我从小到军村长大 然后小时候的成绩可能不太好 爸爸就会非常生气的跟我讲说 你老爸我可是上海中学毕业的 所以爸爸每次提到上海的时候呢 就会两眼泪汪汪的告诉我很多上海的故事 这也是为什么我对上海有一种特别深厚的感情 我是陈茅慧来自台湾陆港 对就是罗大佑唱的那首歌叫陆港小镇 小时候听过这首歌吧 现在是蒙诺母音创始人来上海已经20年了 其实我是1997年就是香港回归的时候第一次来上海 那我对上海有一种特别的感情 我就一直想来这边工作 我从英国毕业之后呢就遇到了互联网泡沫 就想要换一个地方换一个行业重新开始 刚好那时候身边呢有一些朋友已经来大陆的发展 所以呢我就在2000年的时候来到上海 然后本身呢我觉得我自己是比较有冒险精神的 也比较喜欢挑战辗转从事了很多彼此之间 没有什么联系的工作 但是从这些工作中呢我总结出了一个经验 那就是虽然很多行业可能在台湾起步的比大陆早 但如果想把台湾的经验完全复制到大陆来 是没有用的也行不通的 八年前呢我开始自己创立月子会所的时候呢 我就从台湾聘请了一个护理长 包括疫情之前我们都跟台湾的护理学校都有进行合作 我觉得这样呢两岸护理人员交流的方式呢 对彼此都是一个成长 我一直觉得呢我很幸运选择了对的赛道 现在我们还在筹划母艺综合馆 因为呢大陆开放三胎以来啊 我们觉得母艺市场的前景肯定是非常好的 而且随着很多的90后呢已经成为妈妈 所以消费模式呢也在产生的变化 尤其是在上海海纳百川 这边的人对新鲜事物的接受度呢 可以说是最快最多的 做月子这件事情呢不光只是照顾好妈妈跟宝宝 而且我们也希望在妈妈回去以后呢 能够更好的陪伴孩子成长 所以最近我们也开始在拍摄一些短视频 今天我们为大家做的是 宝宝爱吃的面包超人之家面 赞咯 提供一些妈妈怎么帮宝宝做腐蚀啊 糕点啊 这些能够跟孩子更亲密的互动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愿望 当时我在上海创业月子中心呢 我的初心就是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更多的家庭 尤其是女人跟新生儿 这两类人群呢都非常的需要爱心跟责任 还有专业性 现在我觉得呢 这个初心已经实现了80% 后面的20%呢我还在努力 另外一个就是 我也是在完成爸爸的心愿 如果我爸爸在天上能够看到 我现在在他的家乡立足了 他一定是会非常的开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